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Joe's Toy Store 今天这一集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这个是NIID Uno 2的背囊袋 这个袋的特别之处就是除了防导之外 它也可以因应你个人的需要而配合到 你可能譬如说你喜欢是运动的 或者是常常拍照的 拿着一部大相机或者去画画 或者是常常用手机的 它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这个袋总共有两个尺寸 三个颜色 一个是20公升和一个是30公升 原来颜色方面它是有个深灰色 或者浅灰色或者玫瑰粉红 我手上拿着的是一个小版的20公升浅灰 这个袋也是由Searching Sea提供给我拍这段影片 所以首先要多谢它 因为这个袋实在有太多点要说 所以我就会把它拍整几个部分来介绍一下 当购买了UNO2的背囊袋之后 你就会收到这张图的所有东西 这个包括背囊 数码内袋 数码内袋 乳衣 质带 一份说明书 和两个黑色袋 其中一个黑色袋 就是用来塞住数码内袋 第二个就是当你卷起了UNO2背囊袋之后 你就可以放进黑色袋里面 方便收藏 好了 这一部分就会介绍一下这个袋的 外面的功能 第一个側袋 第一个側袋 右手边 又有个铰匙扣 铰匙扣 铰匙扣 然后也会有个外置USB插头 当然有很多空位给你放其他东西 这个就是右手边 然后左手边 就会有个放水瓶的袋 或者可能你可以放遮掩都可以 我现在这个片段 我就会放一支HOLGA 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一支啤酒有多大 这里 其实还有很多位 因为它这个是有少 弹性的 其实还可以放大很多 然后就是背带的两边 会有个可以给你放卡的位置 还有它是用一个魔术贴的形式去黏住 安全一点 然后上高的袋的顶 还有一个拉链袋 对不对 然后这个袋的里面 也有另外一个拉链袋 就是不同层 但是尺寸是差不多这么大 然后就是背带的 有它们的NiID的reflective band 反光的 晚上安全一点 也都可以放你的眼镜 也都可以放你的眼镜 或者你的耳机 耳机 耳桶 可以塞一塞进去 掛住它 勾住它 然后就有一个行李的 稳固的带 然后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块皮 它钉住了一个洞 其实就是防止你的拉链会掉下 比如说我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拉下去 因为勾住了 所以我就开不了拉链 算是半个防止的功能 但是如果真正的防止功能 其实就是在这个背带 左手边的背带的后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勾 有一个锁 可以拔出来的 那其实是怎样用呢 就是说 你拔出来 然后之后 放那两个拉链进去 就可以做到那个防止功能 因为这样的时候 其实你背着它的时候 别人拿不到你 一定要碰到你肩膀 才可以拿到东西的 所以这个就可以防止 那些人去偷你的袋里面的东西 这一部分就是介绍 这个袋里面 还有怎样安装那个数码内袋 那我们首先呢 就开了一个袋先 拉开了拉链 打平的袋 就去到这样的样子 然后呢 你会见到 有一个USB线 另外一边的接駁位 这一边就是 搏到尿袋里面的 然后呢 你会见到 这里中间有块 有块东西的 这里其实有两个袋 可以安装东西的 可以安装东西的 但如果我们是要安装 数码内袋 或者那些运动内袋 那样呢 我们其实就不用这一块 那我们怎么开呢 就是揭起它 这里有两块魔术贴 来黏住这块黑色东西的 那我们先拔起这块 这块蓝色东西进去 然后呢 顶部其实也有两块魔术贴 那我们就合起它 然后呢 我们就拿着 那个数码内袋 你可以见到数码内袋 那这一块呢 那些物料呢 其实是可以 贴得到这块黑色东西 但是就要留意一下 就是这个数码内袋的后面 有个勾的 那呢 其实跟这个袋的后面 这个勾呢 是用来混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首先呢 就是要扣起它了 当我们扣起它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做到一个 稳固的重量的功能 那然后呢 我们再做好正确位置 OK 这样就搞定了 这样就可以正式安装到内袋了 那当然了 这个数码内袋 可以放Laptop 放iPad 类似的那些 有两个 一个拉链位 放两支笔 还有这一条 其实可以预计你放充电线的 但其实放多一支笔 都没问题的 那然后呢 我们就会见到 这个袋的顶部 刚才没有说有两个拉链位 下面呢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 类似刚才那样的 勾的 但是就连在一起 其实可能会想 勾些什么呢 是不是呢 其实就是勾这个 勾耳机的 当然了 我这个就是大一点 有些 可能有一条线过 这些蓝牙 都可以勾的 那 怎样做呢 就是先 这个在底 耳机在中间 然后勾就反下来 然后又是扣起它 做法一模一样 对 顺便这样说 这个是Java提供给我的 我迟些都会做另外一个 产品评论 如果有兴趣 到时又再留意一下 这样就搞定了 但你说怕不怕会扎难呢 其实是不会怕的 因为始终这里 这部电脑在表面 然后这个还有空余的位 除非当然 側爆了 就可能有机 但如果不是的话 就完全没问题 这里就讲解一下 怎样用这一条 带 其实你会见到 这个袋的两边 都有两个这些勾位 这边也是 有两个 其实勾些什么呢 其实可以勾一些 相机脚架 或者一把遮 我现在示范 就用把遮 来试 首先 你先勾一边 勾起它 放这些产品进去 然后在另一边再扣起 然后就在索带 可以看 如果比如说 好像这样 你可以看到 已经很稳固 可以在旁边 有多一个功能 如果比如说 你用脚架 脚架的中间位 插在这里 然后脚在外面 撑出来 其实都可以 这样就不会跌出来 但其实这样做 都很稳固 我都不会担心 这把姐会跌 大家都可能会记得 第一张图 是有一个这样的包 其实它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 当你不用这个 UNO2的时候 你便打开它 然后 就开始卷 卷卷卷卷卷卷 卷完一起的时候 然后 你便可以 放在这个袋上 这样收起来 就会比较方便 就是这样 很简单 好 现在 我就是 装满了整个背囊 然后背了上身 让你看看 样子是怎样 你会留意到 我左手边 就放了水瓶 和右手边 就放了白傘 当然 视乎个人喜好 如果你是想 放这两样东西 在袋里面 就要 少了些空间 让你放其他 物体 现在我会示范一下 究竟 一个UNO2的背囊袋 可以安装到什么 我会首先 放一部 13寸的手提电脑 一部iPad 然后 我会放三支笔 1 2 2 3 3 尿袋 和卡片 这些全部 不能放在內袋裏 然後放在袋裏 我放一把小遮瑕 眼鏡 一條短褲 再第二條短褲 還有兩件T-shirt 然後 其實你看到我還有很多位置 但是因為我放耳筒 它會硬一點位置 因為我不想它弄壞 當然如果你放一些其他類型的耳筒 當然可以多些位置 可以放其他東西 還有我放充電 手提電腦的充電線 放在這裡 我放了一盒小食 還有一包紙巾 好 好 關掉 然後上面 我就放一副眼鏡 我不擔心它會爛 因為其實上面這部分也有很多位置 後面這裏我就放我的錢包 然後側袋我就放我的鎖匙 先勾著它 一盒糖 Dioran 然後鎖回去 另一邊 變相放了一個大水瓶 這樣它很有彈性 所以這個都能配合到 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 所以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喜歡UNO2些什麼呢? 首先有兩個大小可以讓我選擇 要是小袋 要是大袋 20公升 30公升 有三隻色 和四個內袋讓我選擇 但先說聲 解釋多一點 小袋只有淺灰色和粉紅色 而大袋只有深灰色 所以如果你是想買一個小袋 你只有淺灰色和粉紅色來選擇 因為我沒有收過運動畫畫和影相內袋 所以我不可以評論它到底好不好 因為我都未試過 但首先 首先這個袋的物料是很舒服的 它又不會十分硬 但又夠堅挺 我亦都很喜歡 就是它的頂部的兩個袋 一個是裡面 另一個是在上面 外面 因為我很喜歡 方便 很輕易就可以拿到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們設計的位置 也是非常合適 適合的 那 這個袋 我覺得外表絕對是非常獨特的 我不會覺得 短時間內 會有另外一款袋 外表會接近 那 然後 關於我不喜歡這個袋 其實不是不喜歡的 而是覺得可以有改善的空間 就是我覺得它這個 這條袋 我就會嫌它的棉不夠厚 但當然 其實有點矛盾 因為如果厚一點的話 到夏天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會出汗 我相信現在這個就不會出汗 因為現在都是夏天 我就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第二個 就是這條袋 我會嫌它有一點點硬 那如果譬如說是 潮了的 就是好像 如果長期都是這樣壓住它 我覺得它會比較難 可以燙平它 然後第三 就是割側袋 它的拉鍊位 因為它本身 是有一點點高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高 因為它們 我段估它們的設計 就是想 側袋可以裝多一點點東西 所以就拿了高度來遷就 因為它這麼高 其實如果譬如說 你可以看到 我要把整條袋都打開 如果說舒適度 這樣拿就真的不太舒服 但其實都很簡單 我平時會這樣 放一個袋在一個肩膀上 就可以很簡單地拿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大問題 我覺得是可以改善的 一個小袋 其實可以裝到一個15吋的電腦 再加上一些運動衣服 我覺得如果日常用的 是非常之好的 但如果真的裝滿了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東西 那袋就基本上是滿了 放不到其他東西的 然後大袋 就可以裝到一個15.6吋的電腦 再加上一雙鞋 運動衣 還有可能譬如說 另外一些濕性的東西 譬如說 一個外賣盒 譬如說你可能大飯回公司吃 那樣 它都可以裝到的 那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因為它們兩個價錢 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8888 我其實會建議買一個大袋 如果譬如說 你不介意淺灰色 或者深灰色 我會建議買一個大袋 原因就是因為比較實用 即今天你可以用著一部13吋電腦 但你可能一年後 或者半年後 你就會轉用一部15.6吋電腦 那時候小袋未必可以滿足到你 如果你一早開始的時候 已經買了一個大袋 30公升 其實你都可以放了一部13吋電腦 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會這樣想 但如果說 揹上身的樣子 那我就167、168cm高 那我的朋友跟我說 如果以我這個高度 揹這個袋 20公升的袋 是比30公升的袋好看的 但不是說30公升不好看 即是揹上身不好看 不是這樣 純粹是覺得20公升是好看的 其實20公升和30公升的外表都是一樣的 所以純粹是看一看你個人的需要 我會覺得如果你是175或以上 其實可以不用想 一定是買過30公升袋 所以我覺得是挺好的